我現在剛回到台北 大家應該都知道 後天就是台灣的領導人選舉了 我希望兩岸永遠一家親 中國人永遠不打中國人 我這一票 要投給會帶給台灣和平的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189 昨天大選結果出了對吧 大家在外交上歸隊了吧 你們知道中共方面是非常搞笑的 首先大選當天禁止中國人 在網路上討論台灣的大選 那微博也不予顯示 世界先進國家都派記者 來台灣準備採訪報導對吧 那唯獨中共限制中國人民 看到台灣的大選 那微博的熱搜全都是娛樂版面 任何台灣大選的詞都給予封禁 而在賴清德勝選之後 中共官方發出了台灣地區選舉結果的通知書 他說這個選舉結果不代表台灣民意 全世界就你跟北韓最沒資格說 然後你自己的圖文中還說什麼 國民黨立委席次與民進黨立委席次 國民黨是比民進黨多的 然後你又說選舉結果不是民意 那什麼是民意呢 民進黨應該跟你順上一樣全票通過 我們台灣二十歲以上可以投票的人口是一千九百多萬 所以民進黨這次投票 政黨票總統票是一千九百多萬 還是國民黨應該是一千九百多萬 真的是非常搞笑啊 一個太監就不要教別人怎麼過性生活了吧 我們看看香港 香港這次的選舉只有27%的投票率 上一次選舉是71% 你就知道香港人已經放棄了 國安法什麼叫做民意很簡單啊 你中共總是說台灣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OK那你開放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去中國跟你共產黨同額同等競選嘛 你敢不敢 街頭各政黨宣傳自己的政見你敢不敢你不敢嘛 因為你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合法執政黨千秋萬事 跟其他所謂的八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政黨一樣 一輩子都只能是在野 而這些在野黨裡面還有中共的黨支部 你不覺得這很荒謬嗎 這是民主嗎 這只是你做給西方人看 那中共為什麼要擺出八個民主政黨 他就是做樣子給那些西方國家看 或是一些不理解後面原因的台灣人看 欸中國也有民主 但實則不然 而央視發出的新聞稿竟然跟四年前 蔡英文當選的文案幾乎八成是一樣的 真的是搞笑欸 小編這麼好當的嗎 而大選結束之後啊 一些中國媒體才能在微博上說台灣大選的問題 而有一些媒體啊 他忘記開啟精選評論結果 大翻車 被中國玩友痛罵一番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留言 確定這個稿你要這樣發嗎 建議刪除 不代表主流民意 於是幽默的找了一個晚上 才發現又紛紛饒饒了四年 這才是彎彎的全民製作人啊 你可真笑死爹啦 怎麼詮釋娛樂事件啊 就知道要壓事情 嘴硬 言耳道理 你吃S去吧 民進黨不能代表主流民意 原來票數最多的賴清德 不是民進黨啊 真讓你贏麻了 快轉發微博 人家都選上了 還不代表主流民意 現在台灣主流民意就是台獨 先行吧 別裝糊塗了 明白了原來不到百分之百 就不算是主流 三次了還不是主流嗎 國台辦發言臭不可聞 還沒到99%以上 所以不算主流吧 你的發言果然是出乎我的意料 坑腔有力 不敢開評論 扯什麼玩意人 人家一票一票投出來了 還不能代表主流民意吧 我建議以後發這種稿子 可以留到下次綠黨98勝選的時候 然後再發 自己PUA自己嗎 失望透底 之前說人家是一小撮 現在選舉結果出來 又說民進黨不能反應民意 我的天啊 這還不是主流民意 不要自欺欺人了好嗎 放棄幻想吧 真的 台獨不是一小撮 而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國台辦罔顧事實 隱瞞真相 是阻礙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 取締國台辦 解放台灣島 給14億中國人一個交代 為國犧牲的先烈們一個交代 2024年還在用1945年的虛腦宣傳 你當人民是傻嗎 普選都不能代表民意啦 你娃娃 舒使臉皮厚啊 讓人家也走沒有沒有沒有的路線嗎 人民主投票40% 得票率不代表主流民意 言耳道理不過如此 你可以封一萬個號 請全員喝茶 但是改變不了人民心中的想法 別人的民主選舉 與你有毛關係 評論都不打開了 你在心虛什麼 還在說夢話呢 你看看你們在大陸 這套說詞有沒有民意市場 關你什麼事 評論區笑死我了 這麼精彩 民進黨贏了 報導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 不要選擇性報導 這不會是選民在騙人吧 還有會台政策 也是不分黨派讓利 國民黨這個腐朽不堪的來了 就歡迎這種政黨只在旁邊說好聽的話 根本不願意談統一 他們到底有什麼值得高度重視跟支持的呢 台灣還沒被解放有點說不過去啦 老講在世的時候 其實對抗日還是有很大的功勞 然後日本使館也有發祝賀我們總統當選的這個 慶祝的賀詞對吧 很多國家都有發 結果小粉紅跟中共就痛罵日本 你看富士山快噴發吧 缺心眼子和你有毛關係啊 我不敢多說我怕被封號 交涉有什麼毛用 堅決不滿堅決反對 耳朵加20年 好看完這些留言 再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現在剛回到台北 我這次是回來投票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後天就是台灣的領導人選舉了 這次選舉的封關民調 民進黨的候選人賴清德暫時領先 但是他領先的幅度非常非常小 前幾天 謝龍介又爆出賴清德可能有私生子 這件事情如果屬實的話 對選情的衝擊是非常非常大 台灣領導人是全台灣人民的表率 如果有道德問題 要怎麼才能領導好台灣人民呢 能夠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和平交流 因為只有交流了 兩岸的人才能增進了解 才能心靈契合 才能夠互幫互助 我希望兩岸永遠一家親 中國人永遠不打中國人 我這一票要投給認同九二共識的人 我這一票要投給支持兩岸交流的人 我這一票要投給會帶給台灣和平的人 好你們看到了 他的自我認同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台北市人對吧 而他也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雖然他也參加中華民國的選舉 因為他說台灣領導人對吧 他又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請問中華民國總統說不出口嗎 你的護照上面是寫中華民國跟台灣對吧 請問世界上除了中共官方會用這個台灣領導人之外 你看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候選人 誰會說我們在選台灣領導人對吧 賴清德在這個辯論也講過了 是不是 最後還跟我扯什麼九二共識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你判馬英九選前一天敗票敗得還不夠啊 你是中國人被中國人打得更慘啊 老鄉見老鄉背後開箱 毛腎上S的中國人遠比日軍多啊 腎上打壓的中國人遠比被迫害的台灣人還多啊 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被中共統治嘛 當我們失去槍桿子的時候 中共說一我們就只能做一 說二我們就只能做二 當我們還有抵抗能力還有勝算的時候 你不要放棄啊 你看網路上現在多少爛尾樓啊 銀行錢不見啊 失業的那個中國人 他們沒有地方發聲 還也沒有機會讓他們換執政黨 他們是沒有機會 沒有這個選擇的 你不管民意是如何 但是你沒有這個選擇 對網路上看的還少嗎 所以我建議你啊 去換中共的紅色護照 入籍 你說你想帶來和平 那你應該就要先加入共產黨 然後一步一步的花個30年 哦不只了 你可能要花60年 當上中國國家主席 當上中共國家主席 軍委主席 記得啊 軍委主席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發動政變 宣布中國一步一步走向民主 與台灣互設大使館 中台兩國友誼長存 兩岸一家親 你為什麼不敢 因為你知道不可能這麼做 第一你沒膽 第二你沒這個實力 因為你會被S 所以你只好利用台灣的民主自由 給予你跟蔡英文一樣的權利 一人一票 結果你把這一人一票想要讓台灣變成中共國的一部分 你有本事就學金國的完顏庸一樣 政變換掉入侵宋國的完顏量 有些人說自己是中國人 認同中國文化對吧 卻又在做著中國人討厭的行為 當勤快 貶低保家衛國的岳飛 岳飛是帶來戰爭的人 你們私底說的話不就這樣嗎 所保護自己主權的人都是宋S的人 那你們不就是在罵岳飛嗎 你們這些小粉紅啊 還有舔共的台灣人啊 在大戰滿江紅這部電影看到感動流淚 大家為了保護國土 不讓金國入侵 為了記住健康之恥 掏頭顱撒熱血 沒有人想要戰爭 你唯一能避免戰爭的方式 就是讓聖上知道 我們台灣國防一直在提升 我們有很多的盟友 不管他會不會幫 但是你在沒打之前 你也不能保證他會不會幫 對吧 他是個威嚇 所以你也只能不斷花時間提升你入侵台灣的成本 這樣一來一往 跟冷戰一樣 我們這麼做 就是避免戰爭直接的衝突 不然你寄望一個獨裁者的慈悲 你搞笑嗎 猶太人要寄望希特勒的慈悲嗎 你們都知道台灣不能一黨獨大 知道政黨票跟立委不要讓民進黨過半 你卻又把希望寄託在一個人說話的獨裁者身上 他對外交部長秦剛 國防部長李尚福 解放軍火箭軍正副司令的人詞去哪 你們這些舔共台灣人的關係 有比我剛剛以上上訴的這些人還好嗎 如果沒有 你憑什麼認為可以把台灣人的希望 跟台灣人的和平寄託在聖上的十杯呢 既然你提到九二共識 說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之下 我們要跟你統一還要跟你合作也好 你要確定你們中國的經濟對比台灣是爛到地板上 你們的股市我就講到不想要再講了 A股也好 橫生指數也好 而美國已經也宣布了 港澳地區同等中國大陸地區一樣是敵國 你看一下外商投資中國的比例 你就知道到底哪裡經濟環境好了 你再看一下外商投資台灣的比例 跟台灣人口的這個比例 你就知道 還跟你什麼九二共識 還什麼什麼 所以為什麼有些政黨 想要認同九二共識 甚至想要開放一些中國的人 當移工也好 當什麼的也好 納入健保的也好 來台灣 反正你幾年之後 你再慢慢的修法 讓這些人可以也來台灣投票 那你就會有這些人的選票 而這些人都有大一統思想 這些人走出共產黨的遺度 可能還走不出來 所以他們會票會投你對吧 投你之後你就有權利了 所以為什麼你會支持九二共識 因為你知道台灣人已經不太好騙了 你要你們的同胞 中國同胞 大陸同胞 過來一起來加入你投票的行列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希望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有 下次再見 掰掰